大家好,我是Jason 看到今星期的港股高低波幅相當大 在星期一時衝過去近期高位3萬1百多點 隨後新股活動加快頻密 例如快手也吸了超過1萬多億的資金 再加上不同層面亦有收稅活動 令港股的調整壓力亦為之加大 上星期晚9點打穿了 市場氣氛當然變得比較快 上星期也提及過RSI恆指 上星期同一時間是80多 調整在所難免 但今次調整當然比預期中深 始終秋水活動或市場資金減少了 令市場氣氛變得沒有那麼樂觀 但要留意下星期快手或新股 陸續上市 其實資金回動後港股也會有一定的幫助 其實你看到快手方面 抽了市場方面 超過1萬2千億的金額 其實大家都不會抽到很多 只有一萬手出來 過後市場資金再跳進市場的機會都比較大 所以我覺得氣氛當然下星期都要慢慢示範一些支持位置 如果高位扯回2000點 接近2.8萬附近 這些位置會開始慢慢揣零 當然未有那麼快反彈 剛才提及過可能要等資金再大量回籠 可能氣氛才會再次次熱 我想初段下星期都要捱一捱投資情緒 或者市場方面缺水的情況 好像看見到今天 星期五成交都下2千4百多億 其實那個氣氛當然大家比較審慎 但如果下星期其實 我想到中期方面 市場方面的氣氛會慢慢回軟 早段下大家都要捱一捱 或者市場缺水的情況下 可能下方的低位就要慢慢試了才有機會反彈 反彈方面其實就算短期 上升2.9萬的一個能力 其實都可以比較強 其實就算是星期五 我們都看到差28點就可以上升2.9萬 所以其實接近2.9萬的位置 如果初步可能都會形成第一個 大家吃虎或者跳貨位 但若果後續其實中國方面的經濟增長 維持一個比較好的勢頭 或者中美關係 就沒有那麼惡化 其實都會有利後市的廣故 過去向可能可以再看回樂觀一點點 但這一點要等快手的錢 回動回來之後 再衡量投資情緒